最近呢 也是换了个部落去整活 哇靠 但发现他们手占的是150个星 我呢 也在本次部落战呢 拿了一个三星一个82 我的三星的话呢 玩的是一个烟花流 开局的话呢 是批了一个往上面12点钟方向吹的吹风机 然后我大部队的话呢 是从一点钟方向这边开始一字化 还完之后呢 飞艇到达边缘之后呢 我们给一个金身 那么飞艇呢 就不会受到吹风机的阻力 飞到这里 毒药塔呢 也可以骗出来 然后在这里呢 利用敌方的隐身啊 来借用一下 我们就丢镜像跟狂暴 对面隐身塔时间结束之后呢 我们就丢自己的隐身 然后呢 就把城堡漏出来 让我们的超级网龄打掉 对 这样等一下我们双王收尾的话呢 就不会受到援兵影响 因为现在部落战很多大部分的援兵呢 都是什么兵人还有龙龄猎犬 我们前夕烟花可以偷走的话呢 那我们英雄就不会受阻碍 如果对面的援兵呢 是超级网龄这些 那我们火龙在后面一字化的时候呢 给个金身也可以一起打掉 那前夕大部队跟烟花打完之后呢 我们就三个玩收尾就可以了 一般都会带上一个泰坦 预防有小骷髅 好 这边冰冻动作投石炮 那么从这边收下去 这把的话呢 算是基本拿下三星 现在烟花流呢 在当前版本的话呢 也是比较强的 对 烟花双龙或者烟花雷龙都可以打 看完自己的三星之后呢 我们去看一下首领的实力 看一下这个部落的首领到底强不强 我们看他 他这一刀的话呢 打的是天女双猪 飞艇呢 来炸掉一个投石炮跟润土 顺便把对面的援兵拉出来 哎 很幸运 拉出了电塔群 那么这边雪怪呢 是可以带走的 那女王这个路线的话呢 应该是要去爆本 像这种援兵提前拉出来 在外面呢 没什么武器的时候呢 轻轻松松 不用狂冒可以打掉 那如果你进去爆本之后 对面援兵出来 那么你就得拼命交狂冒跟冰冻 所以说这也是一个 呃 天女小技巧 好吧 但是这种打法的话呢 就是让女王去爆本是比较危险的 毕竟现在15本这种狂暴塔插挪 你等一下一看啊 这边擎天柱又在输出 这狂暴塔一丢 好吧 这一片区域的伤害呢 是整整提高90% 好 擎天柱也在攻击女王 这边他也是交了个冰冻 你看 蛮王在这边呢 扛了伤害 一下子就蒸发了 所以说输出那是非常的高 好 萌星玩天女的话 在15本 我感觉大部分人都一样 就是很容易天女就死掉 甚至本都没爆掉啊 这样刚靠近秦天柱的时候呢 就被打掉了 好 这边的话呢 药水也是剩下一个狂暴冰冻 哦 他还是选择给了女王啊 你看 这一整局所有的药水就给了女王 超级野猪这边的话呢 是没有任何药水 直接拿一个金身去过掉两个狂暴塔 鸟炮 还有插弩 好 这边娃娃赶紧跟上来 再撞运一下这个多头 那么这一把基本的话呢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 就说你看天女吃了所有的药水 其实就没打多少 就上面断了一下边 然后抱个本 打个秦天柱啊 后面的话呢 整一片全部被双珠收下来 这么一看的话 这首领还是有一点点实力的 之后在部落站整活 我得刮磨刮磨 也不知道我在部落站整活失败会不会被踢啊 哈哈哈